放暑假了,快跑啊 哎呦,谁跑这么快啊 老师,你没事吧 小五,你跑这么快干什么 老师,放假了,我们着急回家 可是我还没布置暑假作业呢,谁让你们回家的 那老师,你怎么不去教室布置作业啊 老师的眼镜,不知道被谁拿走了 没有眼镜我看不清,正在找眼镜呢 眼镜?老师,上课前我看见五六七 把一个眼镜放书包里了 比比东,你不要冤枉我,我才没拿老师的眼镜呢 五六七你最淘气了,是不是你故意拿走了我的眼镜 老师,我书包里真的没有 那你让我检查下书包 好吧,老师你看 小五,老师看不清 你告诉我,五六七的书包里有眼镜吗 老师,我没看到眼镜 看来是我冤枉五六七了 幸好我把老师的眼镜放到小强的书包里了 不然就麻烦了,比比东太坏了,竟然打小报告 好了,你们把期末考试的卷子拿出来吧 老师根据你们的成绩给你们布置暑假作业 然后你们就可以放假回家了 好的,老师 小五,你学习最好了,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分 老师,我是一百分 不错不错,小五暑假没有作业 太好了,我可以和妈妈出去玩了 哇,一百分就能没作业,好羡慕小五啊 可是我才十分,这可怎么办 有了,我偷偷加个零 比比东,你这次考试得了多少分 老师,我也是一百分 咦,比比东你这次进步这么大 不错,值得表扬,这次暑假也没有 老师老师 怎么了,五六七 老师,比比东的试卷上有叉号 怎么能得一百分呢 比比东,你是不是觉得我看不清 就撒谎骗我 老师,我,我错了 我不该撒谎,我其实才得了十分 哼,比比东分数这么低还说谎 把你写一百分暑假作业 不要啊,这样我假期都没时间完了 活该,再让你打我的小报告 五六七,该你了 老师,我是九十九分 我才不像比比东那么笨还要改分数 我只要把试卷倒过来就好了 六十六分不就变成九十九分了 不错,五六七进步也非常大 就做一本暑假作业吧 太好了,我也可以玩好多天了 小强,这次你考了多少分 对不起,老师 我这次没考好,只考了七十五分 这个成绩确实有点低 假期需要好好努力学习 就做三十本暑假作业吧 啊,这么多作业我书包也放不下啊 咦,老师 我书包里怎么有一个眼镜啊 嗯,给老师看看 这不就是我的眼镜吗 好啊,小强,原来是你偷拿了老师的眼镜 不,不是的 老师,我也不知道谁把你的眼镜放我书包里了 小强,你别急 老师知道你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老师相信你 小伙伴们,你们知道是谁拿走了我的眼镜吗 咦,不对啊 五六七,你的试卷怎么倒着拿呀 你究竟考了多少分 老师,我,我刚没注意 拿反了,我再看看 老师,我是六十六分 五六七,你的成绩怎么退步这么多 老师,我知道为什么 小五你说 老师,刚才我看五六七的书包里 有零食和手机 就是没有书本 他在学校里没有好好学习 好啊,五六七 零食手机都是不许带进学校的 你竟然都偷偷带进来了 把你写八十本暑假作业 还好,还好 至少比比比东的作业少 好了,你们可以回家了 咦,有问题 怎么了,老师 为什么小伙伴们一直提醒我 惩罚五六七呢 不对,五六七 原来是你偷走了我的眼镜 还想陷害小强 你太过分了 糟了,到底是谁这么坏 偷偷告诉老师了 这下惨了 五六七,你犯的错也太多了 这样,从明天开始 你的暑假取消 以后每天都要来学校学习 不要啊 老师,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调皮捣蛋了 我好想放假啊 大家快翻跟头 我翻 翻跟头 也太好玩了 我也翻 哎呀 我不会翻跟头怎么办呀 千人雪不遵守游戏指令 淘汰不准完了 快回家 这个游戏太好玩了 我也翻跟头 又有新指令了 大家快脱鞋 我脱 我,我不太想脱鞋 五六七脱鞋是游戏的一部分 你快点脱呀 忽然你也会被带回家的 可是我真的不想脱 我,我,我 检测到五六七不听指令带走 等等小精灵 别淘汰我了 我脱还不行吗 好臭啊 唐三哥哥 你怎么晕了 这是什么味道 怎么这么臭 是五六七脚的味道 好臭好臭 五六七你的脚怎么这么臭啊 我,我一个月没洗脚了 所以 五六七 小朋友要讲卫生 要记得每天洗脚 不然没人会和你做朋友的 好的 我记住了 我以后会每天洗脚的 小五你也赶快脱鞋吧 我也不想脱 小五你不会是和我一样没洗脚 才不敢脱鞋吧 咻咻 才不是呢 我脱 我的小脚鸭有个胎记不好看 怕你闻笑 我才不想脱鞋的 小五没事的 每个人的外表都是不完美的 只要保持善良的内心就是最漂亮的 好的 唐三哥哥 我知道了 我以后不会自卑了 又有新指令了 大家快变成狗头 我变 还可以这样啊 不过挺好玩的 我变 我也变 小五不能变成一样的 一块换一个 三哥变的是奥特曼狗头 五六七变的是炸弹狗头 还还有哪些狗头可以变啊 谁能告诉我啊 小五快点啦 时间要来不及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笨 最常见的普通狗头还没人变 我变 很好 大家又通过了一轮 就通过了最后一轮了 如果你们全部通关 将获得神秘大礼 太好了 我们要加油了 通关最后一轮获得神秘大礼 又有新指定了 大家快唱歌 我唱 这有什么不敢的 我又轻唱得很棒哦 一百分 继续加油 我我还是不敢唱 我害怕得零分 小五妹妹你要自信起来 你唱歌很好听的 我相信你也会得到一百分的 好吧 我唱 这一轮挖个小小的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呀挖 小小的整 和小小的 挖 再唱 大个花园里面 挖呀挖呀挖 挖呀 小精灵来了 不会是我唱得太难听了 要把我带走吧 小我唱得也不错 一百分 太好了 我也是一百分 堂三小五五六七指令游戏通关 这是你们的神秘盲盒大理 小精灵 我们的盲盒怎么打不开呀 这个是对你们最后的考验 只有你们输入正确的表情指令才能打开 你们慢慢想 我先走了 哎呀 好难啊 这要怎么打开啊 我知道了 教练加西瓜等于吃瓜 我开 哈哈 我得到神秘大理了 五六七你好聪明啊 快告诉我们怎么打开 这个可不行 小精灵说了 要靠自己才行 你们慢慢想吧 我走了 小五你要逃课还是上课 奥特之王老师 我爱学习 我要上课 好 奖励小五一个小红花 卡米拉你选择上课还是逃课 哼 我不喜欢学习 上课要写作业 还要背课文 我选逃课 那卡米拉背上你的书包回家吧 太棒了 不用上课 现在就可以回家玩了 小赛罗你选上课还是逃课 奥特之王老师 我很喜欢看书 学习新东西 我要选上课 不错不错 小赛罗你是个好学生 奖励你个小红花 哇塞 我又有小红花了 回家老爸妈妈一定会表扬我的 嘿嘿嘿 都别动 我托雷基亚又来吃表情包了 让我看看 我就吃这个表情包吧 看我的 喵喵喵 真好吃 嘿嘿嘿嘿 这个表情包已经被我吃掉了 现在所有人都没有这个表情包了 嘿嘿嘿 我先走咯 好了 到小贝利亚了 你选上课还是逃课呢 奥特之王老师 这个好难选啊 上课时不可以随意走动 不可以吃零食 也不可以讲悄悄话 我管不住自己 好难受啊 要是选逃课的话 爸爸妈妈知道了 他们会批评我的 奥特之王老师 我可不可以选睡觉 不可以的 小贝利亚你只能选上课 还是逃课 我不喜欢上课 那我还是选逃课吧 大家可千万别去告诉我的爸爸妈妈 小贝利亚背上你的书包 你可以走了 奥斯卡你选上课还是逃课呢 奥特之王老师 当然是选上课了 在学校有同学和我一起玩 老师还能教我很多东西 中午还能吃到美味的午餐 所以我喜欢上课 不错不错 奖励你一个小红花 接下来我们开始上课吧 小贝利亚 你怎么又来学校上课了 不是选择逃课吗 老师事情是这样的 小贝利亚 你怎么就回来了 你不是刚去上学吗 你不会是逃课了吧 爸爸我肚子疼 老师让我回家休息 对不起 是爸爸误会你了 走爸爸这就带你去医院打针 爸爸 我 我不去 我 我没生病 对不起 我撒谎了 是我逃课了 原来是这样啊 那我先送你去学校吧 逃课不好 你自己去和奥特之王老师认错 小贝利亚 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逃课 老师以后我再也不晚了 我会好好学习的 老师老师 我也知道错了 我也要选上课 卡米拉你不是逃课回家晚了吗 怎么也来学校上课了 老师我回到家 爸爸妈妈都不在家 我一个人好孤单 好害怕 我到公园里玩 可是一个小伙伴也遇不到 根本就没人陪我一起玩 还是在学校有趣 能学东西 还有很多朋友可以陪我一起玩 老师你就原谅我吧 以后我一定会好好上课的 同学们逃课是不对的 上课还是逃课 你们会怎么选呢 五六七 选择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五六七 我的礼物酸酸甜甜的 可好吃了 五六七 别听小五的 他的礼物太小了 我的礼物可大多了 真的吗 我喜欢大大的礼物 老师 我选比比东的礼物 哎呀 怎么是石头啊 我送的石头不够大吗 我可以给你换更大的石头 算了算了 以后我再也不相信你了 比比东得到一朵红花 我来选礼物了 蓉蓉 选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蓉蓉 你是我的好闺蜜 我给你准备了你最喜欢的毛茸茸的礼物 蓉蓉 小五哪有什么好礼物 我给你准备的也是毛茸茸的 不过可比小五的礼物更能吸引人的目光 真的啊 我是女孩子 哪个礼物更适合我呢 我想想 咦 怎么小伙伴们都说小五的礼物好 那我听小伙伴们的 我选小五的礼物 哇 好可爱的布娃娃 谢谢小五 咦 比比东 你太坏了 竟然要送我大蜘蛛 怎么了 我送的礼物也是毛茸茸的 是不是更吸引人的目光 还好我们选你 不然会被吓到的 谢谢小伙伴们提醒我 小五得到一朵红花 老师 小伙伴们帮助小五作弊 这朵小红花应该是我的 比比东 小伙伴们的帮助是规则准许的 你也可以让小伙伴们帮助你啊 谁在帮助小五我就收拾谁 我来选礼物了 小强 选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小强 我的礼物是你每天都要用到的 小强 你每天都用到的一定是你有的东西 小五一点都不诚心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可是你没有的东西 真的啊 太好了 我一直想要游戏机 爸爸就是不给我买 难道比比东的礼物是游戏机 老师我选比比东 哎呀好气人 比比东你怎么送我假发啊 怎么了 我看你没头发 光秃秃的太难看了 送你假发还不开心吗 嘿嘿嘿嘿 我又不是不长头发 只是我喜欢光头 太生气了 还不如选小五的新书包呢 比比东得到一朵红花 小五 我两朵红花了 你还是放弃吧 肯定是我当班长了 比比东 你总用语言欺骗大家 大家以后都不会相信你了 我怎么骗人了 小五你别冤枉我 我说的可都是事实 老师 我来选择礼物了 冰公主 选择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冰公主 我的礼物是每个女孩的梦想 它能让你更漂亮 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冰公主 我觉得你已经够漂亮的了 本来到哪里就都是焦点 小五的礼物没啥用 我送你的礼物可以让你更聪明 更有气质 还能得到老师的夸奖 相对于美丽 我更想得到老师的夸奖 我选比比东的礼物 啊 怎么这么多作业啊 冰公主 这可是我攒了好久没写的作业 你就帮我写了吧 嘿嘿嘿嘿 比比东 你太过分了 我以后再也不理你了 太好了老师 快给我小红花 我马上就是班长了 给小五一朵小红花 啊 老师 你给错了 冰公主选了我的礼物 比比东 你竟然不写作业 作为惩罚 这朵小红花给小五了 糟了 早知道 但是不如送冰公主游戏机呢 最后一票了 我一定要得到 老师 我来选择礼物了 杭三 选择比比东的礼物 还是小五的礼物 三哥 我送你的礼物 可以帮助你打怪兽 成为小伙伴们 多喜爱的大英雄 杭三 我给你准备的 也是能打怪兽的礼物 而且是小伙伴们 都喜欢的打怪兽的礼物 小五送给我的 应该是我擅长的武器 可是比比东 送我的是什么 小伙伴们都喜欢的 打怪兽的东西 会是什么呢 杭三 你的选择会决定 他俩随时班长 你要好好选择 好纠结啊 小伙伴们 你们喜欢他们谁的礼物 我就选择 你们喜欢的礼物吧 不好 大家快躺下 为什么呀 地上这么糟 我才不躺下呢 哎呀 来不及解释了 大家快躺下呀 小五从来不骗人 我听小五的 我躺 虽然我很不喜欢小五 但是五六七说的 确实有道理 我也躺 切 我这么好看的裙子 要是弄脏了可不好洗 我是绝对不会躺下的 检测到有三个人类 躺在地上 带走 飞飞飞 幸好我没听小五的 他们都被抓走了 我要回家玩游戏去了 欢迎大家来到美食王国 这里有你们喜欢吃的各种各样的美食哦 哇塞 太好了 快让我们进去吧 汉堡 炸鸡 薯条 可乐 全是我爱吃的美食 我已经等不及的想要吃掉你们了 这里有三扇大门 每个门里 只能进去一个人 那还等什么 红色大门我进 我怎么进不去啊 先认识 看来这里 不欢迎你啊 看我的吧 红色大门我进 奇怪 我怎么也进不去啊 切 五六七 你还好意思嘲笑我 你不一样也进不去吗 同感的小家伙们 你们先不要着急 只有通过考验获得钥匙的人 才可以进入美食王国 那还等什么 我们快开始考验吧 好吧 乌拉拉魔法 启动 好了 你们每个人选一扇门进行考验吧 考验通过就可以进入美食王国了 耶 太好了 我要选红色大门 那我选蓝色大门 就只剩下绿色的大门了 我进 哎呀 这里怎么这么热啊 因为红色大门里是高温事迹 所以才会这么热啊 好吧 那我怎么才能拿到红色大门的钥匙啊 要想拿到钥匙 就要通过我的考验 乌拉拉魔法 这里有一些道具 咱们拿到钥匙就看你自己了 再见 这里有吹风机 冰块和木头 让我想一想 怎么才能把火炉里的火焰熄灭 我知道了 我可以用吹风机 把炉子里的火给吹灭 嘿嘿 我真是太聪明了 吹风机 我拿 我吹我吹 这是怎么回事 火怎么越来越大了 哎呀 到底怎样才能灭火啊 有谁知道吗 快快告诉我吧 我知道了 我可以使用冰块 冰块遇到火会变成水 这样就可以把火给熄灭了 冰块我拿 太好了 火焰总算熄灭了 钥匙我拿 嘿嘿嘿嘿嘿 我这么厉害 肯定是第一个通关的 也不知道小五和五六七 他们怎么样了 不管了 我要先去美食王国吃美食去了 哎呀 这里怎么这么冷啊 我好想回家啊 不行哦 五六七 你只有顺利拿到钥匙后 还能离开 不然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 什么 钥匙在那么厚的冰块里面 我怎么可能拿得到呀 我可以送你几样工具 我拿到魔法 这里有吹风机 锤子 火焰 木头 你好好想一想 怎么利用这些道具吧 哎呀 小雪人你能不能给点提示啊 我觉得以你这么聪明的小脑袋瓜 不需要提示肯定也能通过的 再见 嘿嘿 这个小雪人很上道嘛 我可是最最聪明的刺客 五六七 嘿嘿嘿嘿嘿嘿 不笑了不笑了 我还是想想 怎么拿到钥匙吧 呃 有了 这里有个锤子 我可以用这个锤子锤开冰块 这样我就可以拿到钥匙了 锤子我拿 我锤我锤 哎呀 我都已经锤了一个小时了 冰块怎么才砸掉 这么一点啊 不行 我要换个方法试试 我要好好的想一想 有了 我可以用火苗点燃木头 然后用吹风机吹火苗 这样冰块被加热后 应该很快就被融化了 嘿嘿 我果然是最聪明的勇士 吹风机火苗 木头我拿 我吹我吹 太好了 我给拿到钥匙 可以进入美食王国了 哇塞 这里有个又大又圆的西红柿 带着王冠 你好 欢迎来到我们蔬菜王国 我是蔬菜国王 蔬菜国王 那我要去哪里找绿色钥匙啊 绿色钥匙就在我的身上 只要你回答出来我的问题 我就把钥匙送给你 真的吗 那你快说吧 是什么问题 请你说出生活中十种绿色的蔬菜 这问题也太简单了 根本难不住我 绿色的蔬菜有 菠菜 韭菜 芹菜 油菜 红薄 白菜 西兰花 还有还有 哎呀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 说不住了 我就不能把钥匙给你了 哎呀我好想去美食王国呀 有谁知道吗 快快告诉我吧 小五不准问其他人 好吧我再想想 嗯我想到了 黄瓜也是绿色的蔬菜 还有香菜 可我最不喜欢吃的苦瓜 也是绿色的蔬菜 恭喜小五通过了考验 这是你的钥匙 太好了 我可以去美食王国了 蔬菜国王再见 这次我考了一百分 可以向老师打一百条小报告 我考了九十分 等会我要向老师打九十条小报告 可惜我只有六十分 只能向老师打六十条小报告 这也太吃亏了 小泰罗 你这已经算很好了 你看看我就只能打十条小报告 完全不够用 同学们 你们准备好打小报告了吗 准备好了 很好 不过现在斗罗大路改规定了 考试一百分的同学 能打三条小报告 超过九十分的同学 能打两条小报告 成绩在九十分以下的同学 只能打一条小报告 不及格的同学不能打小报告 这下完了 我一条小报告都不能打 他们肯定全都会针对我 嘿嘿 我的小报告是最多的 让我先来 十三上课讲话 小泰罗上课睡觉 比比东 在家庭作业本上乱涂乱话 小明干我打小报告了 小泰罗上课偷吃零食 比比东上课一直绕镜子 终于轮到我了 我也要打比比东的小报告 星期二下午 他逃课出去逛街了 你们太过分了 全都欺负我不能打小报告 是不是 好了比比东 这次你被打了三条小报告 就惩罚你周末的家庭作业翻倍 舒精灵 你就会罚写作业吗 要不然我们换一个惩罚吧 你闭嘴 要是再废话 就给我请家长 又是这一套 一点心意都没有 小泰罗 你被打了两条小报告 周末就写两本作业 太好了 只有两本作业 我做完还有时间玩一下 舒精灵 我只被打了一条小报告 是不是只有写一本作业 不错 你只有一本作业 小五没有作业 太好了 那我们回家去了 哼 小五十三小泰罗 你们给我记住 下次我一定要考一百分 然后打你们所有人的小报告 让你们知道惹我的下场 不过要怎么才能考到一百分呢 有了 就这么办 这次的考试成绩下来了 小五零分 小泰罗零分 十三也是零分 李比东一百分 我们怎么可能是零分 嘿嘿 这次我考了一百分 该我打三次小报告了 小五上课经常开小差 十三上课老式讲话 小泰罗上课玩游戏机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既然上课做了这么多小动作 成绩退步这么多 我要罚你们写一千本作业 书精灵 不是这样的 这次的试卷有问题 我不可能考零分的 嘿嘿 他们的成绩是我用改成绩魔法改的 不过成绩差说什么都没用 书精灵不会相信他们的 伙伴们 你们一定要为我保守这个秘密呀 书精灵你快看 伙伴们说 我们的成绩被比比东改过了 比比东 你怎么老是做这种事 哎呀 这些小屁孩就是这么讨厌 居然也打我的小报告 看来我又要被罚写作业了 这次我要让伙伴们来决定 给比比东的惩罚 大家说是让他写作业吗 还是背书吗 其实我觉得青蛙跳也不错 今天我要检查你们的橡皮 你们快把橡皮拿出来让我看看 好的奥特之王老师 格一乔 你橡皮上怎么画了这么多个火柴人的 你是不是上课的时候没认真听 再画火柴人 不是这样的奥特之王老师 我上课的时候可是都有认真上课的呢 这些火柴人是我放假的时候画的 原来不是在课堂上画的 那就不惩罚你了 但是格力小你后要爱惜文具 不可以乱写乱画 奥特之王老师 我记住了 好了你先进去吧 贝利亚到你了 给你老师 贝利亚你的橡皮怎么缺了这么大一块的 还有个洞 奥特之王老师是这样的 橡皮上的洞是我写作文石梅林岸了 一着急就用圆珠笔戳出了一个洞 那缺的这么一大块呢 那那是因为昨天我在做作业有一道数学题 它的题目是三加十等于多少 我算不出来 我我我一着急就把橡皮咬了一口 贝利亚你这么做不是写作业 而是折腾橡皮 这是不对的 要爱惜文具 好的奥特之王老师 我知道错了 我以后会好好爱护我的文具的 嘿嘿嘿 都别动 我托雷吉亚又来吃表情包了 让我看看 我就吃这个表情包吧 看我的 喵喵喵 真好吃 这个表情包已经被我吃掉了 现在所有人都没有这个表情包了 嘿嘿嘿 我先走了 好了 那贝利亚你也进去吧 好的 嘿嘿嘿 我偷偷给后面的赛罗和小五的橡皮上面画了很多东西 等一下他们俩肯定就会被奥特之王老师批评了 小伙伴们可千万别告诉奥特之王哦 嘿嘿嘿嘿 那我先进去咯 小五到你了 哎呀 小五为什么要在橡皮上面骂我 啊 奥特之王老师 这 这这不是我写的 哼 在你的橡皮上 不是你写的 还会有谁 真的不是我写的 老师 如果这是我写的 你刚才检查之前 我就擦掉了 肯定不会留着它 让你看到了批评我的呢 嗯 有道理 那小五你也先进教室去吧 我会调查清楚的 橡皮留在这 等我调查清楚再给你 小赛罗到你了 嗯 小赛罗 你的橡皮 让我想想 嗯 小赛罗 你的橡皮上面 为什么会有考试的答案 奥王老师 我也不知道 这些都不是我画上去的 嗯 小赛罗老师相信的 你从来不会说谎 奇怪了 小赛罗和小五的橡皮 到底是谁画的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我的智商是90 好 那给小赛罗90本作业 啊 这么多啊 我的智商是80 好 那给小五80本作业 嘿嘿 我比赛罗的作业少 奥特之王老师 我的智商是0 好 智商是0 那就不用写作业了 嘿嘿 我太好了 我不用写作业了 嗯 那你们赶紧写作业吧 写不完不能走 好的 奥特之王老师 奥特之王老师 我的作业写完了 老师老师 我的也写完了 奥特之王老师 我没有作业 我可是已经等了好久了呢 嗯 既然大家都写完作业了 那你们可以走了 咦 赛罗和小五都被传送走了 我怎么还在原地啊 怎么会这样呢 贝利亚你的智商真的是0 贝利亚你的智商真的是0吗 奥特之王老师 我的智商就是0了呢 我没有骗你 嘿嘿嘿 其实我的智商是70 但是我把智商改成0了 这样就可以不用写作业了 啊 我可不能让奥特之王老师发现 那好吧 贝利亚 请给我90个糖果吧 好的 给赛罗90个糖果 我的智商是80 请给我80个糖果吧 好的 给小五80个糖果 哎呀 完蛋了 我刚才把智商改成0了 那我不是没有糖果了吗 不行 我要把智商改成100 这样我就可以得到100个糖果了 嘿嘿嘿 我贝利亚真的是太聪明了 我 我 我的智商是100 请给我100个糖果吧 好的 给贝利亚100个糖果 好了 大家都分到糖果了 那你们就可以去下一个地方了 贝利亚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你既然乱改智商 老师说过要做一个诚实的好孩子 你这样做是不对的 小五你闭嘴 不用你管 欢迎来到古诗王国 哎呀 怎么是古诗王国 没错 这里就是古诗王国 让我看看 小赛罗 你的智商是90 那你就背90首古诗吧 那好吧 除何日当午 汗低和下土 谁知盘中餐 利益精心 现在到小五了 你的智商是80 那你就背80首古诗吧 好吧 床前明月光 疑似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古诗 好的 小五也背完了 哎呀 我刚才把智商改成100了 现在要背100首古诗 这可怎么办呀 我可是一手读补会的 现在到贝利亚了 贝利亚 你要背100首古诗啊 等一下 看我的 我要把智商改成0 这样我就不用背古诗了 我改 哎呀 怎么变成200了啊 贝利亚 你现在要背200首古诗 才可以离开 什么 200首 哼 我才不背 不背 古诗的人不能离开 哎呀 你欺负人 我要和奥特之王老师告状 贝利亚 你呼唤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老师老师 你帮帮我吧 我背不出古诗 现在出不去了 我不帮你 你是一个贪心又不诚实的孩子 没有啊 奥特之王老师 我没有骗人 哼 我都知道了 你为了不写属下作业 把智商改成了0 然后为了多吃糖果 又把智商改成了100 你为了不背 古诗既然还想把智商改成0 现在这是对你的惩罚 啊 怪不得我的智商突然变成200了呢 对不起奥特之王 我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就赶紧背你的200首古诗吧 哎呀 这么多 怎么背得完啊 小伙伴们 我们都要做诚实的好孩子 不要向贝利亚学习哦 对 小伙伴们千万不能向贝利亚学习 传说天上的彩虹落入大海 画成了七条颜色各异的美人鱼 它们美丽动人 拥有悦耳动听的歌喉 每日都开心的歌唱 过着欢乐的生活 突然有一天 大海被污染变成了黑色 快跑啊 这里太脏了 是啊 我不想弄脏我的身体 可是我们都离开了 这里的鱼儿怎么办啊 管不了那么多了 快点离开吧 不行 我得保护我们的家园 善良的蓝色美人鱼 流了下来 它用尽自己的颜色和魔法能力 让大海恢复了清澈的蓝色 可是它却永远的失去了 美意的颜色和魔法能力 哇 这里的海水又变清澈了 太好了 是啊 我们又可以在这唱歌了 我能和你们一起唱歌吗 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肮脏的黑色鱼尾 真难看 是啊 你没有了彩虹的颜色 又没有了魔法 你再也不是我们的好朋友了 就是就是 快点离开 不要靠近我们 小丑与小乌龟 你们能和我做朋友吗 不要 你太丑了 是啊 你不配和我们做朋友 为什么我保护了大家 反而被大家厌恶 我要离开大海 再也不回来了 蓝色美人鱼伤心欲绝 它远离了那片大海 想要独自去陆地上生活 结果因体力不知晕倒在海边 咦 好可爱的美人鱼 怎么晕倒在这了 我带你回家吧 你 你没事吧 你是谁 这是哪里 我叫唐三 这是我家 我看你晕倒在海边 做拔你就回家来了 我叫小五 谢谢你救了我 小五 你怎么晕倒在海边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我丑 嫌弃我没有魔法能力 所以我才离开了大海 没有啊 我觉得你很可爱 要不你就住在我家吧 我愿意和你做朋友 真的 太好了 谢谢你 唐三哥哥 我终于有朋友了 快跑啊 妖怪来了 唐三哥哥 我还是离开吧 小伙伴们都害怕我 小五你别伤心 大家是不了解你才会这样 只要他们懂得你的善良 就一定会喜欢你 谢谢你唐三哥哥 我一定会努力帮助大家的 唉 谁能救救我的孩子啊 老爷爷 小弟弟怎么了 唉 他生病了 需要一种叫龙须草的药草 可是这种药草 只生长在鲨鱼出没的深海里 这可怎么办啊 老爷爷 我能去深海 我帮你去找 小五 你现在没有魔法 去深海太危险了 没事的 唐三哥哥 我一定能把龙须草带回来 太好了 终于找到了 糟了 鲨鱼来了 老爷爷 给你龙须草 太谢谢你了 哎呀 你受伤了 没事的 老爷爷 你快给小弟弟吃药吧 我先回去了 救命啊 快来救火啊 老奶奶你别急 我这就去找水源救火 哎呀 我的小狗还在屋里呢 这可怎么办啊 老奶奶 我去救小狗 你别急 老奶奶 你看看 小狗有没有受伤 小美人鱼 太谢谢你了 水来了 太好了 终于把火扑灭了 太谢谢你们了 你们都是善良的好孩子 今晚的月亮好漂亮啊 是啊 每次月圆的时候 我都会和我的姐妹一起唱歌 现在却再也不能了 谁说不能 小五 你唱歌给我听吧 听说美人鱼的歌声 是世界上最动听的 我好想听你唱歌 好啊 那唐三哥哥 我给你唱歌 你别睡 你别努力的人 不会寒冷 越是情分越幸运 见现了一份的光影 哇 美人鱼姐姐你的歌声 太好听了 是啊 我们好喜欢你 你们都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当然愿意 你又善良又可爱 唱歌又好听 我们都愿意成为你的朋友 太好了 我又有好多好多朋友了 我好开心啊 哇 小五 你恢复颜色 好漂亮啊 唐三哥哥小伙伴们 谢谢你们 我终于又恢复颜色和魔法能力了 我会和你们在一起 永远保护你们的 大家快给小五公主打扮 嗯 我们男生队打扮的公主 一定比女生队漂亮 是啊是啊 不过先打扮什么啊 啊 啊 你们男生到底会不会打扮啊 当然是头发 头饰 衣服和鞋子 哦 小五谢谢你当我们的模特 我们这就去找这些东西 我们回来了 我给小五找了一个黑色的长辫子 不要不要 还是我弄的金色长发好看 嗯 金色的确实更特别点 五六七你们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冰公主 你跑到我们男生队干什么 哼 我给小雪买的假发 怎么在小五头上 快把头发还给我 啊 原来这是你的啊 对不起 我看见这个头发挂在外边很好看 就借来用用 这就还给你 哼 你们男生队根本就不会打扮 就等着认输吧 哈哈哈哈 神气什么 我觉得刚才的黑色头发更好 好吧 那就给小五带黑色的头发 小五的兔耳朵应该画上颜色 我觉得红色好看 听听听 红色太艳了 还是蓝色好看 不不不 蓝色不适合小五 我觉得粉色更好看 我觉得还是红色 好了 你们别争了 我喜欢粉色 就用粉色吧 太好了 还是我眼光好 哼 那我挑的鞋 一定是最好看的 五六七 你怎么给小五穿男生的鞋啊 快换上这双 这是我妈妈最喜欢的鞋 看着也太老气了 还是换我这双吧 还是这双好看 老师来了 咦 老师你怎么不穿鞋啊 还不是因为 你们把我的鞋拿走给小五穿上了 我正找我的鞋呢 老师 原来这双最漂亮的鞋是你的 我们这就还给你 不用了 你们的眼光不错 知道老师的鞋最漂亮 这双鞋就先借给你们吧 等比赛完了 再还给我就好了 太好了 谢谢老师 你们继续 老师去女生队那边看看 接下来是公主群 公主群一定是我选的好 我给小五穿的公主群可漂亮了 嗯 是很好看 太过分了 你们谁把我给小雪新买的公主群拿走了 还给我 小强 这不是你买的吗 不 不是的 我不好意思去买女生衣服 正好阳台晾着一套公主群 我就借回来用用 对不起 比比东 这就还给你 这次就算了 不过你们还是放弃吧 什么都没准备 这次比赛你们一定输了 谁说的 我让妈妈帮我买了好几套公主群呢 我这就给小五换上 那你们慢慢换 我回去打扮小雪了 先穿这套看看 这套颜色太淡了 这套样式不好看 这套太夸张了 还有最后一套公主群 如果还不行 我就没办法了 嗯 这套很好看 我也觉得这套好看 那就这么决定了 我还给小五 准备了一些装饰 我给他都戴上 这个蝴蝶结不好看 还是戴我的吧 嗯 这下就好看了 对了 我还给小五 戴了条尾巴 嗯 五六七 我才不要戴尾巴 是啊 公主怎么能有尾巴 五六七你就胡闹 我觉得还是戴白色的翅膀好了 可是公主 为什么要戴翅膀啊 天使公主嘛 这是我们公主的特色 一定离女生队的公主漂亮 也不知道女生队那边打扮的怎么样 我去偷偷看看 哇 比比东你给小雪准备的公主群真好看 那是 不过差点就被男生队给偷走了 我给小雪准备的头发 也被他们拿走了 他们根本就不会化妆 也不知道小五怎么想的要帮他们 是啊 等他们输了 就要打扫一个月的卫生了 别说他们了 快看看还要给小雪戴些什么装饰 给小雪戴个皇冠吧 这样才是公主吗 这个皇冠太小气了 还是戴这个吧 这个皇冠可是我爸爸送给我的 我一直都没舍得戴 嗯 好漂亮的皇冠 冰公主你爸爸的眼光真好 小雪公主好漂亮 我们赢定了 你们高兴太早了 我们的公主可是特别的公主 比你们的公主漂亮 吹牛 不过我刚看到唐三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翅膀 咱们是不是也给小雪戴上 不用不用 我早就给小雪准备了美人鱼与尾 美人鱼可是最美丽的海洋公主 哇 太好看了 我们快去找老师评选吧 老师老师 你看我们的公主最漂亮 你们的公主都很漂亮 老师 我们可是天使公主 我们的公主最特别了 我们的公主还是最美丽的美人鱼公主呢 老师 我们男生队的公主最好看了 快让女生队去打扫卫生吧 你胡说 你们的公主最难看 你们才要去打扫卫生呢 哎呀 好纠结呀 到底哪个队的公主好看 哪个队去打扫卫生呢 还是交给小伙伴们来做裁判吧 给小五一个粉色橡皮泥 给阿七一个蓝色橡皮泥 给比比东一个紫色橡皮泥 给蓉蓉一个黑色橡皮泥 太好了 谢谢二龙老师 老师 大家都是彩色的橡皮泥 只有我是黑色的橡皮泥 你能不能给我换一块 蓉蓉 这是最后一块 你不想要的话可以还给我 什么 最后一块 我要我要 我要用粉色橡皮泥捏一根胡萝卜 哇塞 真的能捏出胡萝卜呀 这个魔法橡皮泥好厉害呀 这么神奇的吗 让我也试试 我要用橡皮泥捏一个奥特曼玩具 哈哈 我捏出了赛加奥特曼 真是太好玩了 阿七荣荣 你们想用魔法橡皮泥捏什么呢 快试试吧 我 我还没想好 我也还没想好 这样啊 那你们也不用着急 等想好了再捏吧 糟了糟了 妈妈的魔杖去哪里了呀 要是找不到魔杖 我一定会被妈妈教训的 比比东 你怎么了 我把妈妈的魔杖拿出来完 可是一不小心把魔杖弄丢了 要是找不回魔杖 一定会被妈妈教训的 原来是这样啊 你别担心 让我来帮你 我的魔法橡皮你还没使用 我帮你捏一个魔杖出来 看我的 好了比比东 你快把它拿回去吧 谢谢你阿七 你不愧是我的好朋友 下次我请你吃冰淇淋 没事没事 好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 你快回去吧 糟了糟了 我的帽子去哪里了 上课灵都想半天了 舒精灵怎么还没来 我也不知道 要不然我们去舒精灵家里看看吧 好 我们快走 舒精灵 该给我们上魔法课了 你怎么还待在家里呀 我的帽子找不到了 没有帽子的精灵 一点也不神秘 我不要出门 没办法上课了 可是我们都喜欢上魔法课啊 舒精灵 我有办法 对呀 蓉蓉 你的魔法橡皮你还没用呢 你可以用它捏一个帽子 看我的吧 舒精灵帽子给你 太好了 一戴上帽子 我就变得精神了 走 我们去上魔法课 不好 怪兽来了 还在到处搞破坏 这是哥尔赞怪兽 它怎么变得这么强大了 我们必须想办法阻止它 不能让它再破坏斗罗大陆了 可是它现在变得这么强 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败它 奥托曼 只有奥托曼能打败怪兽 可是我们的魔法橡皮你全都用完了呀 这下可怎么办 都怪我 我不应该用魔法橡皮你捏胡萝卜的 孩子们别担心 这是我制作的魔法橡皮你 哇塞 是七彩橡皮你 你们之前用橡皮你帮助了我 现在我把这些七彩橡皮你奖励给你们 你们拿着它去做想做的事情吧 太好了 谢谢你 舒心灵 塞罗哥哥出来吧 我捏 哇塞 真的捏出了塞罗哥哥 塞罗哥哥快帮帮我们去打败哥尔赞怪兽吧 你们放心 我最擅长打怪兽啊 哼 小小的塞罗奥克曼也想打败我哥尔赞大魔王 别做梦了 哥尔赞 你太嚣张了 看我的塞罗光线 可恶 塞罗这次算你赢了 我一定会再回来的 爷 太好了 塞罗哥哥打跑了哥尔赞 快跑啊 村里出现了好多怪物 五六七你等等 什么怪物啊 唐三 村里出现了好多没嘴巴的怪物 快跑吧 我可不想没嘴巴 小五 咱们快去看看怎么回事 好的 唐三哥哥 咦 这些小动物都好奇怪啊 它们的嘴巴怎么都不见了 到底是谁这么坏 把小动物们的嘴巴都抢走了 小鸽子 你的嘴巴是被谁抢走的 小五 小鸽子没有嘴巴也没法回答你啊 还是我来问吧 小鸽子 你能带我们去找那个抢走你嘴巴的人吗 太好了 快跟上小鸽子 小雪乖女儿 你快试试这个嘴巴好看不好看 呜呜呜呜 这个不好看 那这个呢 呜呜呜呜 这个也不行 乖女儿 你别哭 妈妈一定给你找到好看的嘴巴 你再试试这个 这是妈妈费了好大的劲 才抢到的吸血鬼的嘴巴 呜呜呜呜呜呜 好好好 吸血鬼的嘴巴也不好看 咱不要 妈妈这就去给你找别的嘴巴 比比东 果然是你在做坏事 唐三小五 你们来倒什么乱 没看我正忙着呢 比比东 你为什么要抢小动物的嘴巴 别烦我 这些嘴巴你们都拿回去吧 我还要找别的好看的嘴巴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女儿的嘴巴不见了 我得给我女儿找最好看的嘴巴 什么 小雪 你的嘴巴怎么不见了 五五五 小五 你是不是傻 我女儿没有嘴巴不能说话 不然我不早就能知道是谁抢走我女儿的嘴巴了 还用这么费事去找别的嘴巴吗 可是你这样抢别的小动物的嘴巴也是不对的 要不咱们去找小精灵问问吧 好吧 如果小精灵找不出来 你们就别拦着我去找嘴巴 小精灵 快帮帮我们吧 小五 比比东 你们怎么了 小精灵 小雪的嘴巴不见了 你能查出是谁做的坏事吗 你们等等 我用魔镜看看是怎么回事 饮料真好喝 千人雪 你为什么要往我们海洋扔垃圾 美人鱼 你有什么证据说是我扔的 我还说是你扔的呢 你 你怎么能狡辩呢 我这叫游离走遍天下 你们美人鱼是不是都像你这么笨 我 我才不笨呢 那我问你 四加四等于多少 等于八呀 那八加八等于多少 等于 等于 八加八减八又等于多少 等于 等于 等于什么啊 等于 说你们美人鱼问你还不承认 这些计算题我们史莱克小镇的小伙伴们 早都会算了 你 你 你什么你 也不知道你长嘴巴是干什么的 连话都说不清楚 太好笑了 嘿嘿嘿嘿 千人雪 你太过分了 我们美人鱼本来就不学习数学 但是我们会魔法 美人鱼魔法 五五五 你在嘲笑我呀 我把你的嘴巴拿走 看你还怎么嘲笑别人 原来是美人鱼抢走了我女儿的嘴巴 我这就去收拾它 等等 比比东 这件事也有小雪的错 小五 你太过分了 小雪还是个孩子 怎么能怪它呢 比比东 嘲笑别人就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拿年龄当作犯错的借口 不过美人鱼这样做也不对 咱们一起去找美人鱼 把小雪的嘴巴要回来吧 美人鱼 你快出来 你们找我什么事 美人鱼 是不是你抢走了我女儿的嘴巴 是啊 谁让她扔垃圾不承认还嘲笑我 美人鱼 小雪这样做是不对的 不过她已经得到教训了 没有嘴巴真的很可怜 你能把嘴巴还给她吗 还给她也可以 不过她要承认自己扔垃圾了 还要向我道歉 没问题 不过小雪没嘴巴没法说话 你能先还给她嘴巴吗 然后我们再一起回来道歉 好吧 小五 小精灵 我相信你们 美人鱼魔法 我把小雪的嘴巴还回去了 你们去找她吧 谢谢你 美人鱼 妈妈 你快看 我的嘴巴回来了 太好了 还是这个嘴巴好看 妈妈 你太厉害了 美人鱼都怕你 是的 小雪 你的嘴巴能回来 是因为你需要向美人鱼 承认错误才可 我 我才没错呢 小雪 乱扔垃圾和嘲笑别人 都是不对的 如果你连承认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小伙伴们都会给你打零分的 那 那好吧 美人鱼 对不起 我不该乱扔垃圾还嘲笑你 小雪 我抢走你的嘴巴也不对 请你原谅 你们这么说我怎么觉得 我抢走小动物们的嘴巴好像也不对 本来就不对 小伙伴们 抢东西乱扔垃圾和嘲笑别人的行为都是不对的 好妈妈 我扔 我也不要你 我扔 我也不要好妈妈 我扔 小精灵 我们都不要好妈妈 我们要坏妈妈 五六七 你们怎么都不要好妈妈啊 好妈妈管得太严了 我喜欢玩 我就要和坏妈妈一起 是啊 是啊 看来还是我这样的妈妈受欢迎 孩子们 快和妈妈回家吧 好妈妈 如果没有孩子选你 你就要被剥夺妈妈称号了 难道真的没有孩子喜欢我吗 小精灵你等等 对不起 我来晚了 小五 你怎么来得这么晚 其他小伙伴都选完妈妈回去了 对不起小精灵 我脚受伤了 跑不快 傻孩子 脚受伤了 怎么不好好 包扎一下 我给你看看 谢谢好妈妈 小五 你如果也和别的小伙伴一样选择坏妈妈 我可以帮你把他叫回来 不了 小精灵 我喜欢好妈妈 我要和好妈妈一起生活 太好了 终于有孩子喜欢我了 那好吧 希望你们能照顾好彼此 妈妈 陪我去公园玩吧 妈妈 我想去逛街 妈妈 妈妈 快帮我看看这道题怎么做 哎呀 这么多要求我哪过得过来 这样 给你们一人一部手机 自己去玩 别来烦我 可是妈妈 我作业不会做 明天没法交作业啊 真笨 你不会告诉老师作业丢了吗 老师给我打电话 我会告诉他们已经做作业了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妈妈 我们也不想写作业了 好好 你们都不用写 快去玩手机吧 妈妈去打会麻将 一会儿回来给你们带吃的 妈妈 你真好 哎呀 有点饿了 外面天都黑了 妈妈怎么还没回来啊 我也好饿啊 孩子们等着急了吧 妈妈打麻将忘了时间 不过妈妈给你们买了汉堡可乐辣条 还有好多零食 以后你们饿了就自己找零食吃 哇 都是我喜欢吃的零食 坏妈妈果然才是最好的妈妈 是啊 还好我们没想好妈妈当妈妈 小五 快来吃饭吧 妈妈 天太热了 我吃不下 我想吃雪糕 不行 小五 空腹吃雪糕肚子会痛的 那 那好吧 小五 这是银耳莲子粥 妈妈特意放凉了 现在天太热了 喝点粥能解暑开胃 妈妈这个粥好好吃啊 小五 妈妈是不是太严格了 不是的 妈妈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妈妈吃完饭你能辅导我学习吗 我有些题不太会做 好啊 一会妈妈陪你学习 等作业做完了 咱们去公园散散心吧 真的 妈妈你太好了 我还以为你不会让我出去玩呢 同学们 把昨天的作业都教一下 小雪 五六七 小强 你们三个的作业呢 老师 我的作业丢了 你们三个的作业都丢了 对啊 不信你可以问我妈妈 一比东妈妈 小雪他们三个都说作业丢了 是啊 老师 我昨天陪他们写完作业出去玩 结果作业都丢了 不过你放心 作业我都看过了 他们确实做作业了 那 那好吧 对了 明天考试 记得晚上让他们好好复习功课 好好 我知道了 老师 现在上课 妈妈妈妈 明天考试 快帮我们复习功课吧 妈妈着急出去打麻将 你们自己去玩手机吧 可是明天考试 我们考零分怎么办啊 放心 明天妈妈帮你们请假 你们不就不用考试了吗 妈妈 你太好了 咦 小五 今天怎么就你一个人来考试了 老师 小雪他们生病了 今天没法去学校考试了 他们三个都生病了 对呀 我还要照顾他们 再见 这个比比东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行 我得去她家看看 五六七 你快点来支援啊 来了来了 小雪五六七小强 你们不是生病了吗 老师 好啊 你们竟然联合起来撒谎骗老师 你们妈妈呢 妈妈去打麻将了 小精灵 怎么了 老师 你给小伙伴们找的妈妈怎么每天就知道打麻将 不但不照顾孩子 还帮助孩子撒谎骗老师 什么 对不起老师 我这就剥夺比比东妈妈的妈妈称号 还有你们三个 一人一天十张试卷 暑假不许放假 不要啊 老师 我们错了 是啊 都是坏妈妈害的 早知道就选好妈妈了 唐三 你是史莱克的王子 爷爷给你挑选了一个王妃 唐三哥哥 我们爷给你挑选了一个王妃 什么 你们都给我挑选了王妃 在哪呢 他们都在外面呢 唐三 这是五魂殿的小雪公主 不但家世好 人更漂亮 适合做你的王妃 唐三哥哥 这是小五姐姐 她最善良可爱 是啊 她是我们最喜欢的姐姐 我们希望她能成为你的王妃 唐三 你来选择吧 可是我并不了解他们 没事的 唐三 他们会和我们一起生活一段时间 你们互相了解一下 再做出选择 好吧 我千任雪可是五魂殿的公主 天生就是王妃 哪来的丑小五 竟然敢跟我争 还有那两个破小孩 等我成了王妃 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大家慢点 食物还有很多 小妹妹 这是你的食物 谢谢你 小五姐姐 小五姐姐太善良了 竟然把首饰都卖了 买粮食帮助大家 嗯 这个小五真的不错 哼 不就是装善良吗 我也会 小五妹妹 你歇一会儿 我来帮你 好的 小雪姐姐 哎呀 太臭了 这些人都不洗澡吗 我要被训妇了 抓紧发完了 我要回去洗澡 小五小雪 明天我要去巡视王国 你们谁陪我去 我们要在家学习 也需要人陪 这么热的天 在外边风吹日晒的 我会被晒黑的 在家还能有机会 和唐三哥哥一起 我学习最好了 我陪五六七和小强弟弟学习吧 好吧 那我陪爷爷外出 小雪姐姐 你看这道题怎么做啊 我哪会啊 这两个孩子太烦人了 等我成了王妃 一定把他们都赶出去 五六七 小强 我看你们学习很累了 要好好休息 我这有手机给你们玩吧 可是小五姐姐和唐三哥哥 不让我们玩手机 他们又不在 你们听我的 小雪姐姐 你太好了 我们早就想完了 终于把他们打发走了 我现在就去找我的王子哥哥 爷爷 这是解暑的梨汤 你尝尝 小五 你还没休息啊 今天一直照顾我走了那么远的路 太辛苦了 没事的 爷爷 我不累 今天太热了 我怕您中暑 喝点梨汤姐姐暑吧 不错 梨汤煮得很好 小五你也好好休息吧 明天还要照顾五六七他们呢 嗯 我知道了 爷爷 五六七小强 快来吃饭吧 哇 小五姐姐 这都是你做的 闻着好香啊 是啊 小五姐姐 你手好巧啊 哼 这些有什么好吃的 你们看我给你们带回了什么 哇 汉堡 薯条 可乐 还有辣条 都是我们喜欢吃的 谢谢你 小雪姐姐 还好 今天逛街 把是剩下的汉堡都打包回来了 不然就让臭小五出风头了 可是五六七小强 这些食物吃多了 对身体不好 什么不好 臭小五 你是不是不舍得给弟弟们花钱买吃的 就故意吓唬他们 五六七小强 你们听我的 随便吃 喜欢以后姐姐再给你们买 小雪姐姐 你太好了 不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 嘿嘿嘿 小五太笨了 还有两个臭小子 等我成了王妃 我一分钱都不会给你们花 一定要把你们都赶出去 小五 小雪 你们在王宫里住了这么久了 是时候在你们两个之中选王妃了 爷爷 弟弟们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唐三 这次我觉得小五更适合当你的王妃 不对 唐三哥哥 我们更喜欢小雪姐姐 你们的选择怎么都变了 这可怎么办 小伙伴们 小雪和小五到底谁才更适合当我的王妃 好难选啊 五六七 我在这 小五 到 小强 我来了 小雪 哎 很好 都到齐了 老师再开会 你们先早读上自习 太好了 老师没发现 小五他们迟到了 小五你们要快点来学校啊 咦 五六七 怎么就你一个人了 小五他们人呢 他们 他们 好啊 五六七 你竟然替他们达到 糟了 被老师发现了 都怪小五他们怎么还不来学校啊 老师 我错了 我以后再也不替他们达到了 这次先记下 等小五他们到学校了 再算走账 老师 我来了 是小五来了吗 哇 竟然是会飞的船 好神奇啊 小五 你还不快点下来 对不起老师 我迟到了 小五老师知道 你是爱学习的好孩子 为什么会迟到 老师 我家搬到海岛上了 所以我很早就坐船出发了 船长爷爷 等我一下 小五 这么早就去学校啊 是啊 我想早点到学校 坐好了 我们出发了 船长爷爷 船怎么不走了呀 小五 这条船的螺旋桨坏了 要等别的船 过来救援咱们的船了 船长爷爷 都这么久了 怎么还没有船过来啊 我也不太清楚 难道我们遍离航道了 不要啊 我快迟到了 谁能帮帮我们啊 小五 你怎么哭了 美人鱼姐姐 我们的船坏了 可是我着急去学校 我不想上学迟到 小五你别急 你到这条能飞的魔法船上吧 它速度很快的 太谢谢你了 美人鱼姐姐 这条魔法船速度真的很快 可是我家离得太远了 所以还是迟到了 原来是这样 这次不怪你 以后不能再迟到了 救命啊 刚才谁喊救命 老师 好像是小雪坐着 纸飞机飞过去了 咱们快去看看 小雪你没事吧 老师 我没事 就是刚才纸飞机速度太快了 这么快的纸飞机 你怎么还会迟到呢 老师 我家离得太远了 又碰到了大风 纸飞机真好玩 以后我还要坐纸飞机 哎呀 救命啊 我被风吹偏了方向 所以才迟到的 原来是这样 以后还是不要坐纸飞机 太危险了 太好了 终于糊弄过去了 以后不能再玩游戏太久了 小雪 你怎么还不起床啊 上学都要迟到了 糟了 昨天睡太晚了 妈妈你帮我请假吧 不然我迟到 一定会被老师批评的 你呀 就知道玩游戏 不许请假 这是小精灵送我的纸飞机 速度很快 你坐着他上学 应该还来得及 妈妈你太好了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 老师对不起 我迟到了 小强 你 你这是怎么出现的 老师 我爸爸送我一个 可以打开时空之门的机器人T800 主人 今天我送你上学吧 好啊 T800 你快打开我们学校的传送门吧 好的 主人 传送开始 啊 咦 这是哪 怎么全是容颜啊 对不起主人 定位错误 重新传送 哎呀 这也不是我们学校啊 好冷啊 你快点给我定位学校 再错我就把你退回去了 对不起主人 这次一定不会错了 就这样 我传送了好多次才来到学校 看来你的机器人也不太靠谱 今天你们迟到都有原因 就不惩罚你们了 把你们昨天的作业都教一下 就可以下课了 糟了 昨天就顾着玩游戏忘写作业了 这可怎么办 有了 小雪 你的作业呢 老师 乘坐纸飞机遇到大风的时候 我的作业本从书包里掉出去找不到了 原来是这样 那算了 咦 不对呀 为什么这么多人说你在撒谎呢 老师 他们冤枉我 我真的把作业写好了 不见你可以问比比东妈妈 妈妈一定会帮助我的 你们谁都不许再拆穿我的谎言了 不然我就叫比比东妈妈都给你们打零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雪究竟写没写作业呀 我该相信谁呢 既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我去没作业学校 既有作业学校还是没作业学校 做作业使我快乐 我去有作业学校 该我了 傻瓜才会选有作业学校呢 好的 收到你的选择 你搞错了 一百本口算习题 一百本语文练习 一百本英语作业 好了 这些就是今天的作业 明天早上带来学校交给老师 什么 居然有这么多作业 这怎么做得完呀 哇塞 居然有这么多作业 我真是太幸福了 老师 我现在就回去写作业 哼 什么垃圾作业 我踢 嗯 哇塞 作业本居然是空白的 太好了 我不用写作业了 东东 你在干什么 怎么还不写作业 姐姐 老师今天发的作业全都是空白的 不用写 瞎说 我全都看了 只有一本是空白的 其他全部都有作业 赶紧给我写 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下我惨了 比比东 你怎么了 黑眼圈怎么这么重 我 我做完作业就这样了 比比东 要不你还是选没有作业学校吧 哎呀 别说了 我昨天是选的没作业学校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被传送到有作业学校了 别说话 今天大家来盲选学校 什么 怎么变成盲选了 好了 赶紧选吧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选左边 太好了 我选到了没作业学校 伙伴们再见 我先走了 小五 你来选吧 选左边还是右边 我最喜欢写作业了 我就选右边 哎呀 怎么是没作业学校啊 我想写作业啊 完了完了 这下我该怎么选啊 伙伴们 我到底应该选左边 还是选右边啊 算了不管了 我就选左边吧 耶 太好了 我终于选到没作业学校了 没作业学校我来了 比比东 你要去哪里 老师 怎么还是你呀 你不会又要给我布置作业吧 比比东 别害怕 今天没有作业 不过我们今天考试 九点考语文 十点考数学 十一点考英语 不及格就请家长 什么 太过分了 我跑 站住 赶紧给我回来考试 我不要考试 我不要考试 原来是做梦啊 吓死我了 比比东 现在在考试 你怎么睡着了 今天给我写五百字检讨 教给我 老师 对不起 我错了 哎呀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 我怎么知道了吗 我帮你过来的